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继续给大家带来PG对着VX的第二局上半场 这边其实被搬掉了女巫军工厂 这套阵容就是一套标准的铁桶阵容 这个阵容就是面对单刀屠夫 几乎不存在秒倒的情况 特别是在职业选手面前 就是这种阵容就秒倒不可能 香水 园丁的盾 然后前锋的球 用兵的护臂 这种铁桶阵容 红夫人真的看谁都头疼 相对来说可能圆顶好一点 相对来说圆顶好一点 调降师也蛮疼的 大图的话 这套阵容就是追前锋 带个追猎追前锋也是可以的 我们看这边香水 香水已经放了 这里可能会镜像跟着 然后找机会香水结束 飞过去看有没有机会拉一刀 但这个距离的话 如果有交互点能够拖一拖 香水还是可以拖出来 让调降师拖进大方 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除非这边闪现一刀震慑 还真是闪现了 没打出震慑 打出这一刀也还行 下一个镜像两秒钟之后能出刀 还不错 还不错 这刀能打中就还不行 还行 这个屠夫胆子也是比较大 不过怎么说的 这种局胆子不大也没法打 好这边香水再回来 我觉得这时候可以切 飞进去 然后对里外包夹 这样打会更好一点 一刀 舒服 这样的话是一个标准的闪现 然后加入大概十几秒 差不多 没有机械师的情况 这套这把 只要把前锋赶走 能够把人挂上 基本上屠夫想要保平还是可以的 但是想要赢的话 抓人的速度上面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这把屠夫是带了 追猎的 这里有机会 打一刀 打中了 很好 那前锋应该不太敢造次 挂上人 前锋要撞的 其实也有机会 因为这个地方 牵出去是有一个狭口的机会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慢慢修机就好了 这边用命的电击都已经修掉了 那边是圆钉 再摸前锋 把前锋摸满 然后慢慢的来盘 这个局势 下一波救人 如果不出双岛 求人者还有机会 这边一个镜像 前锋是要 这边前锋这次体现拉球了 赶走前锋 继续来防守 屠夫想要赢 这波必须打双岛 打不了双岛 这把最多就是个平局 那求人者想要赢的话 这里 得再卡一会血线 得再卡一会 好 屠夫这边 不想让你卡血线了 直接打 打完以后 这里最调香 调是一瓶香水 这瓶香水 用处不大 我觉得可以留到下一波救 下一波救 因为有前锋的球 前锋已经被摸好了 这里砸了一块板子 那这边要补一个镜像 来追杀这个前锋 一个镜像 封他走位 前锋走不了了 香水浇 还是把香水浇出来 看他能不能脱吧 因为这个时候浇香水 其实是有价值的 因为你的薄命已经结束了 这边一刀 前锋已经慢慢靠过来 这个位置距离上面 差不多翻进去牵起来 前锋已经到脸上 看前锋的这个发挥 球是还有三分之二 镜像两秒钟 这个地方不太敢翻 拉球走 对 但是还是要吃刀 那这刀打完以后 应该撞 有三跑的机会 但是倒就变三杀了 还是算了 还是算了 对不对 挂飞就挂飞了 前锋看球的一个进度 没有斗 这边屠夫一直在看 那这样的话是穷者保平去了 屠夫这边也是挂飞以后 也不是说就一定 对吧 那个能够有太多的机会去争 但是这样的话 对于双方来说 感觉都是一个平局的面 这波佣兵如果来救呢 要倒 我觉得其实不用救 就旁边卡着就好了 你飞救 飞救了 我这边只要但凡打你到佣兵 你把人救下来都很难受 我屠夫手上有技能呢 这边万一打个震射咋办 还好没打震射 硬要救 最后一台电击 看怎么说 最后一台电击跟着 这台电击 哇 这电击差的有点多 讲道理 我觉得这波佣兵是不救 就卡着 就耳鸣卡着 不出来会更好一点 你被屠夫找到了吗 他打你刀 你说闪现一刀打掉 尽效好的 一个半选前锋 你还敢还敢还敢来选我 哎 这大哥你不看的吗 这 对不对 在这里看一下 在前锋一撞 哎 这电击就好了 这你知道我怎么解说的下去呢 对不对 我 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这只不过这个 这屠夫怎么就签了呢 电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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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还行还行还行 那这边换挂吧 换挂 然后已经换成插眼了 那他得封一下这个门 然后再来看吧 调调消失去压击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得知道电击 然后这边佣兵起来了 佣兵交自摸 佣兵交了自摸 开门战有4个货币 如果能打一刀佣兵 宝拼还是很宝的 但打不了佣兵的话 看他怎么说 一刀 好 这里救下来 跟佣兵跟佣兵 这个时候跟佣兵 大哥 你跟前方没有任何意义 跟前方干嘛 你跟着佣兵 对吧 电击一亮你把他给打了 这时候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这72果然是名不虚传 这里过来找到条诗 你看你这解说 你懂我的心思 我们东南亚服的顶级图皇 是你这种普通的国服解说 能够看得透的 玩的就是这种操作 来条诗 秒了 静下10秒钟 我待会再去留人给你看 但是他这个刀真的是 哎呀好还行 那边门开了 还是三跑 讲道理这是一个平局 我们稍时休息 看下半场比赛